今天到了一个宝库 开开来给我们看一看 最近我买到的一本硬币 在过年后整个硬币访划 收藏开始升温 特别是在梅花五角的概念下 有一些硬币的价格都上涨了 这里面都是一些长城币的两角的 这里一共是40多个两角的长城币 每个我们都来过一下眼 长城币的两角 这个是81年的 虽然说有秀 但是上面看得出来还有光 品相非常的不错 背面非常不错 这种我们叫通货 如果说在通货里面 状态比较差一点的 把它挑出去之后 这种基本上就叫通货好品 那么这一次买到的 基本上都是通货好品 有些是81年的 里面应该还有一些 80年的 像这个就是80年的 像这种品相就非常不错 80年的两角 脸上没有磕碰 整反面的壁面非常的好 还带一点光 这个也是它的品相 还可以80年的 我们在收到这种长城币的时候 都会重点看一下它的品相 然后就是重点看一下 它是什么发行年份的 在国内发行流通的只有三个年份 分别是80年81年 还有就是83年 其他年份都没有在国内发行流通 81年的发行量是最大的 所以说价格相对便宜一点点 80年的要比81年的 略贵一点点 最贵的是83年的两角 基本上比较少 所以说一般83年的两角 在这里面基本上都是挑出来单独卖了 81年的和80年的 会把它混到一起一起卖 有些品相非常的不错 像这种通货 我是120一个 从一个朋友那里通过来的 如果单拿出来 有些状态非常漂亮的 带点底光的话 那种美品应该能卖到130到150 像这种就带点光的 状态非常的好 如果是有磕碰 有华商那种品相非常一般的 一般就只有100左右一个 总共是40多个 是120一个通过来的 整体来说还算不错 长城币80年的 81年的这两种年份 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它的增长 因为两角它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面值 在它的这个币值上面 增值了很多倍 100多一个价值也算高一点 所以说 造假也是中战区 我们判断 因为长城币的增甲 主要就是看它 整方面的打击压力 包括就是 编道 这个 包括就是编纸 它这种压力感 再就是它的整个 红质和包夹 流通磨损痕迹等等 像这种流通品的话 它不是卷拆的光品 一般增加判定是很容易的 流通痕迹非常的明显 基本上就是一眼打开门的 长城币收藏 现在在市场上面也非常的热门 喜欢收藏长城币的朋友 可以多关注一下 这是一个80年的包将币 包将非常漂亮 这种包将币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去洗掉了 一般有这种包将 非常难得的包将 它的价值也会高一点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凤 每天为大家介绍 钱币收藏知识 感谢大家点赞 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